各位晚安 今天也是我們一路做直播 一路在Clubhouse那裡都可以聽到的 做完之後還可以做些文答 就是語言的文答 因為一直在做節目叫我看留言就看不到 所以我講完差不多45分鐘左右 我們就進去Clubhouse的文答 那YouTube是繼續開的 就沒有分別 我今天講的題目都挺重要的 實際上10月份 一直由10月1日到現在 那個局勢 那個中美的局勢是非常之緊張的 實際上10月份 到10月1日到現在 那個局勢是非常之緊張的 美國在10月7日公布 說他有一艘潛艇 有一艘潛艇在10月2日在南海出事了 有個意外 意外都相當嚴重 造成15人受傷 其中有兩個人中傷 其他就是輕傷 這艘潛艇是核子潛艇來的 是戰鬥型的 不是用來發導彈的 主要是準備對付蘇聯那些發導彈的戰艇 這個叫Kenneticut號 這個叫做Sea Wolf 海浪攻擊性的潛艇 Sea Wolf attack submarine 這個就是相當忘貴 三十五億美金 是1992年下水的 上世紀80年代起的 如果這個價錢來講呢 就可以建得一個空母艦的了 你想想多厲害 很硬 很大 火力不得了 就是用來真的在海底跟別人砌的 跟另外一些潛艇砌砌砌過的 這個是它的原意 現在的問題是 它說它10月7日公佈 接著說12月2日出了事 當它公佈的時候 當然已經到安全地帶 說它撞到一些物件 撞到什麼 不說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很多喘測 又說有貨櫃箱 又說有魚鵬 撞到魚鵬 這些這樣的船 已經下水了30年了 不可能會出這樣的意外 還會傷人 肯定是有一個 我們叫做 一個Active 即是用的是主動的物件撞到它 它不會主動去撞人的 沒有望去撞到人 接著自己受傷 它這些完全有實 肯定有人主動在它 避不到的情況之下 就有件事 在它回避不到的情況之下 撞到它那裡 是主動 不是停在那裡撞 這些這樣的船 它在那裡做什麼呢? 它在監視著那個海南島的所謂 中共的潛水艇基地的出口 它就在那裡盯著 在淺 不是很深的 差不多150米到深 離開海南島差不多10個海里左右 10公里左右 就很近而已 當然它是隱蔽的了 隱蔽 但是所謂隱蔽 但是因為潛水 一百多米就很高的錢而已 分分鐘是很容易被人發現的 我們這裡在美國有人這樣推論 當然這些美國政府就沒有公佈了 推論是什麼呢? 就是這件事 就是中共有那些無人的 可能是潛艇 可能是鐵士 就是主動撞向這個潛艇 主動撞向 所以才會造成這麼大的受傷 十幾人受傷 十幾人受傷很厲害的 如果可以無辜的那麼多 你已經走了30年了 是吧? 而且美國的技術 大家都清楚了 沒理由會 無辜的撞到東西的 就是它所有被撞 同時我們發現 10月1號至7號 很多飛機 大陸出了很多飛機 我們以為它去嚇台灣 實際上那些飛機去搜捕這架潛艇 那些潛艇出了事之後 當然要靜靜地走的 是吧? 盡量要離開那個中國的近海 就回去那幫演習 剛剛那段時間 幾個國家都在南海演習 它一定要回去 有些戰艦保護它 那就是10月7號的事了 所以說撞船是2號 2號至7號的5天 就是它拼命要回去安全 中共拼命出飛機 想找到它在哪裡? 想活捉它 想活捉它 一活捉 那就game over了 美國當然要談判了 談判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如果有人在大陸搜的時候 就自由讓步了 可以說台灣就很危險了 你知道美國是人道精神的 它就一架錢出去扔過千人在裡面 它就不可能 現在拜登這樣的心態 就不會放棄 而且美國人也是 不會放棄那幫人的生命 一談判的情況之下 就當然是軟化了 是吧? 實際上跟阿富汗撤退得差不多 最終那些武器啊 有很多人拿美國護照啊 還有那幫以前跟美國工作的人 全部都是拋棄 就這樣就跑出來了 這件事是很大的事的 如果真是被中共那些生禽了 它比如發了發現之後 然後找東西包圍它 生禽了前艇的情況之下 那那個形勢就變成了 美國就很被動了 那這件事為什麼這樣推敲呢? 你們記得2001年 就是有一架美國的偵察機的 收窄情報 就是沿著中國的海岸 就是還是公海來的 或者那個天空不是中國的領空 就一直沿著那裡收窄情報 那它裡面好像被好衝突的 可以這麼說 每一個是大陸的 只是說那些大陸在說話 它都全部收到 就是美國的技術可以去到那裡 那一架P不知道P什麼機啊 那一架不是戰鬥機來的 是情報機來的 很大架的裡面有了電腦啊 什麼最先進的所謂收窄情報的設備 那你記得那次呢 就是中國有一架戰鬥機 不停在下面撞上去 我記得那個機師還叫王偉 撞上去 說就說 報道呢 他撞上去 他就失事 就掉了下去 就死了 沒有證據這些 口說無法 到底那個人有沒有死都成問題 但是中共當然是宣傳一輪 追它為烈士 這些這樣的行動呢 就在軍事上 你不可以說它侵襲你 不可以說中共出擊 因為它可以說 很明顯就是一個意外啦 我們那個人都死了 我們的飛機機毀人亡了 那怎麼可能是出擊呢 如果出擊當然我打了你 我自己不存失了 當我自己願意相亡 當我自己傷亡的話 你只可以說這個是一個意外而已 飛機撞飛機而已 所以這個東西很重要 而且我的人死了 我的機師死了 這些招東西就很厲害 這些招東西是蘇聯以前用開的 就是蘇聯用開的 就是製造一個 實際它是主動出擊 但是製造一個意外 製造一個意外呢 等你不能批評它 那你又不可以跟它宣戰 那個意外發生了之後呢 它是有準備的 你是沒有準備的 這個跟那個病毒差不多 等於中國呢 就有準備的 武漢病毒傳染之後呢 它就可以控制 你就沒有準備的 那次2001年呢 那架偵察機呢 就逼著它受了損傷了 就逼著降落在海南島 甚至被中共拆骨 整架飛機所有裡面的技術 資料全部被中國拿了 那那幫人呢 就在酒店那裡 很開心 是吧 在海南島 很好招負啊 但是最後搞了幾個月之後呢 它不給你飛機飛走 還叫你 因為警察散了 裝不回了 叫你找一架船來撞回美國 那些軍方的運輸船來 不是軍方的 好像是民間的那些運輸船來 拿整個 拆散了的飛機 撞回去 然後那幾個飛機上的人員 就放回你走 還有那時候叫克林頓道歉 這個東西和這次的潛水艇呢 如果它這次的潛水艇 可以扣留下來 在中國近海扣留下來 就明明好啊 你在我家門口 是吧 找這樣的潛水艇來搞我 然後你就失事 它不說它受攻擊 你就失事 失事了之後呢 我們就抓住你 是吧 然後跟那個飛機的事件一樣 它可以拿你整架潛水艇在裡面的那些 全部了解了 人就慢慢放 然後跟你談判 那你被人抓住這架潛水艇 被人抓住一天 你有什麼能力談判呢 那整個大局就會左右了整個大局 這個就是1月2日到現在發生的事 發生的事 實際美國已經可以這麼說 所以這麼說 這個戰爭已經開始了 而且美國第一拳被人打到流鼻血 可以這麼說 被人打了一拳 流了鼻血 就是難聽一點 是落荒誤逃的 走了出去就算好彩 就走了了 如果不是他找些什麼 古靈精怪物船包圍著你 不斷生禽了你 那就慘了 那幫所謂聯軍 那時候真的完全就是被動 這件事呢 你要明白 中共就是這樣的手段 那次2001年 明明那架機是派上去 跟它撞的 它可能 終於到底有沒有屍體 有人有沒有死到 這些 它任它說的 任它說的 但是這個是主動出的 那這樣的情況 一般來說 大家國家為了看面什麼都不說的 你們都看過那些電影的啦 有時候那個 你看那個Top Gun Top Gun在空中打的那些 那些是真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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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寫明的 它一開始電影說這個是真事的 這件事是事實來的 在某個地方好像大西洋上面發生的 說得很清楚的 就是是事實來的 那它當然是發成電影的 但是就沒有在報紙上公佈 這些這樣的事情上場發生的 以前在海底 美國和蘇聯是上場發生的 而且壞了 大家不說就算了 那就是暗中交手交流過之後 大家不報 就不值得報 這個是一個慣例來的 這些這樣的事情 所謂它不用打仗 戰爭 不說的 它用的字 Encounter 就是遭遇 遭遇 遭遇發生的事 遭遇 Encounter這個字 講得好像很文雅 實際就是打 這件事實際是戰爭的行為 它主動去撞 美國當然回去研究了撞 那些什麼的 油漆 什麼的那些 當然會做報告 而且一定要做給國會 但是會不會公佈呢 就未必了 現在拜登在尋求和中國恢復正常的關係 所以所有這些激動的 即激發戰爭的事情 大家都會從低處理 但是這件事呢 中共就是 中共不是這麼想的 沒有想著跟你搞好關係的 它有機會活足你 活禽 活禽你這家前廳 它一定做的 它不會放棄這樣的機會 然後呢 它跟你談判就佔了上風 這些就是中國的做法 我們一般人就不明白共產黨就是這樣 它每一招夜它都要贏的 你看看它的外交部發言 像戰狼 哪個字 它撿著這個字就大做文章 是吧 它每一招夜它都是爭取要贏的 每一個部門 每一個共產黨員 在每一個共產黨員跟對外交手 因為它當它是敵人嘛 當外國是敵人嘛 它都要佔上風的 所以你就明白 根本就是這個不是和平的一個國家來的 不是追求和平 它就是追求呢 就是打低你 打贏你 打到你服為止 它就是追求這樣 不是追求和平 記住這個這樣的政權 這個體制 是不容許追求和平的 追求和平的那些他覺得內弱 就是以前那些說習近平覺得 鄧小平也好 江澤民也好 胡錦濤也好 習近平覺得他是內弱 他自是有強勢 強勢的政府 他不怕你罵他 不怕你笑他 不怕名譽 他要做就要做 他覺得這個字是對的 所以這些這樣的政府在權主席 經常都出現的 能不能出現 今天如果沒有了習近平 過幾代突然間有一個人出來 為了奪權 完全可以歷史重演的 這些這樣的事情 所以為什麼 我說要消滅中共呢 你就明白 他這套東西 就是鼓勵黨員 就是走險 大膽走險 就是做這樣的事情 他做到 人家說下面那些人 覺得他做得好 就不怕不惜破壞和平 做這樣的事情 這些人就會有吸聲 你那些主張大家好一些 你看看整個《華交》報紙 那些大使 那些比較講平和的大使全部照回來 那個崔天凱比較是講道理的人 都是共產黨員 比較 照回來 要派個秦江出去 秦江就是發明戰狼外交的人 就是最近這幾年發明戰狼外交的人 所以大家就看到這個制度是非常容易引起戰爭的 當然你看看日本人 為什麼珍珠港 他這樣炸了之後 三本五十就變成了國家英雄 在這樣的制度下 實在是三本五十犯了不知多少多少錯誤 但是就變成了國家英雄 他就升了 當天在日本裏面是非常大勢力的 直接被美國謀殺了之後 這件事我們就不要低估這件事 現在很多時候人傳出來說撞到container的那些傷 又說撞到別人 魚鵬 死了不知多少條魚 放山了多少條魚 又說那些飛機是用來恐嚇台灣 不是 就是搜捕這架潛艇 你們都看過那出戲 有出戲叫做什麼共識 Red October 英文叫Red October 就是講有架有架有架 蘇聯潛艇去投奔美國 變成投奔美國 這些東西你們看是有一定的事實根據的 就是有這些 所以我們就起碼知道他們為什麼想想 美國那邊怎麼想想 但是中共的核潛艇那個隊伍裡面的人想 連海軍都不是的 都隔開的 這個核潛艇這個隊伍是非常之機密的 所以它的基地 連海軍裡面 你沒有到這個級數 而且不歸他們的 你根本就知道也不知道 所以你看看 我們從來沒怎麼看到 中國的合潛艇的照片 很少漏出來 這件事實際上是這麼幸運 美國很幸運這潛艇就走掉了 沒有在近海那裡被中共圍住 你活足 這次美國算是挺大名的 我們都覺得大名 對我們都有利 這件事我就告斷錄